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只能录游戏 只能录英魂 英雄联盟这样的游戏 但是他录不了桌面和网页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我也是自己把它抽出来了 然后这边给大家公布一下 第一位众演观众 优酷的ID叫CYAO48558025 然后也是恭喜您获得15特币的奖励 第二位叫做堕落鞋黄87192492 恭喜您获得15特币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怎么领这个奖励呢 就是在我的下一期留言 这个是上期中的嘛 也就是在本期的留言 用你的中奖的号码发 就是去评论 然后附上你自己的Q号码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会把这个奖励给你发过去 大家可能会怀疑我这边抽奖做的一个真伪性 这个大家一定放心 这个绝对公平公正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加一下左下角这个英魂志士交流群 我抽奖的同时会在那个群里面实时公布 所以大家这个不要过于担心 不会去玩一些虚的东西 那个也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我以后会尽量想办法能在视频的同时尽量把这个抽奖的过程直播出来 这个我还需要继续想办法啊 这期就希望大家先理解一下 然后话不多说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第一视角视频 这边我也是不等了 就直接开始比配 这个分段也不是特别高 原来打到2550多了 最近这两天又坑下来了 也因为自己总打路人是一些很奇葩的英雄 反正也坑了不少队友 现在反正也是闲着还没有体骗上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线里这个英雄 首先这个Q技能这个建设风暴 这个是一个神技 它具体怎么神 因为它可以磨免 可以磨免在这个游戏里面就相当的bug 你如果移动速度够快的话 你可以利用磨免这段时间可能能逃脱 当然这个Q又有个非常不错的伤害 前期倾线是个神器 W剑气 这个技能是面对对面脸和不贴脸 这是两种伤害 你打脸的时候 这个伤害是翻倍的 所以说这个到4级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倾线的技能 这个游戏中会给大家讲解 然后一级的剑武 这个是个跟大招配合的技能 就是说 这也是AD 如果你玩项羽打AD的话 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技能 因为它会给你带来一个不错的暴击 这个最高可以为三倍 所以说这个打AD项羽也是比较变态的 但是有一个不好AD项羽容易被封走 大招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技能 我觉得这个你A人为你带来生命恢复 这个比较鸡肋 但是这个4到5秒钟不死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好 那这样也是终于匹配到了 也不容易 也是给队友说了很长时间说我要中单 他们也才答应 坏了 这个中单要打一个长额 这个我们可能会稍微的吃力一些 因为上期也是有很多朋友说要做一个低视角 然后这次就给大家做一下 因为录像有录像的好处 低视角有低视角的好处 低视角可能有些操作能看得比较清晰一些 录像这边的好处可能就是我不用分心 能给大家把每一点都说到 今天这也是比较卡啊 我这边也 这个给大家介绍的项羽这种玩法也是一个比较娱乐的玩法吧 特别特别高端局的时候可能是用不到的 因为别人可能会针对你 但是并不是特别像2500600分段这个分段 大家也是可以用一点 这个不是长额中单 这个我们可能还舒服点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项羽 因为刚才技能也基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具体也没有什么太多说的 先看一下细节 第一 你要打中单项羽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个兵卡一卡 因为你如果就是把兵线轻霉之后离得太远的话 对面打野的可能会来干肯定 所以我们把兵线先卡一卡 我这边卡兵的技巧也不是特别好 可能有些朋友够好的卡兵技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只能把它卡到这个地方 然后 A 一下之后大家什么都不用管 直接开转 然后这关兵过去了 然后这关兵过去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的兵过去了 我们把兵线和钱都吃到了之后 他会在塔下收他们的兵 这个时候我们点起W就继续卡这个兵 这就是一个非常恶心的打法 无线轻线 我不给你打 因为项羽这毕竟是个竞争战 他手短 那我打不过任何人呢我不给你打 我要做的就是轻线 我什么都不管就是轻线 然后继续转 好 这波运气比较好 收到四个兵 好 兵线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这波小蛤蟆没人刷 没人刷到后我们甩一甩 因为项羽贴脸AQ是特别疼的 好 然后三级的时候继续升这个W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W主升满 因为Q的CD还是有些长 大家一会就会发现 等W这个技能主满之后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bug的地方 就是他AQ可以轻到一波 一个W可以轻一波兵 这个一会儿再给大家分享 好 这没拦了 我们快一刻拦 然后回家继续卡这波运 哎呦 下路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又要让我打烈士局吗 真的不喜欢打烈士局 好 接着转 好 第三集大家 第四集的时候大家注意 我点的是这个黄点 我并没有点Q 因为我感觉Q前期 有90的伤害完全够了 这完全可以轻一波兵了 伤害比较足 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卡这波兵 这个对面打击很郁闷 大家看对面的塔也 这个 可能塔没有消耗掉 这个它的清线能力还比较强的 打一些清线能力不强的英雄 可能对面的塔 现在也被我们耗到三分之一的血了 不知道下路这阵是什么情况 应该长哥应该是死了 让他们续续清这波野 这个有门 不知道金屋会不会被刷 好 接着转 什么都不管 就是一顿转 百兵清掉我们人就走 可能会漏几个兵 但是我们这样会给他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打几现在13个补刀 给我差了一半多 因为他在塔夹补刀是不好补的 他只能有无限的用戏能去 而且打这样的项羽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一直牵制中路 中路这个时候 他是基本不敢去别的地方 好 六级的时候 我还是选择点这个黄点 不选择点大 因为这个时候 我还是在线上 还不至于去打一个团战 而且在项羽有Q的时候 一级打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这个可以在我们 第一次回家出装备 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升级在蛮大的点上 这个可能个人思路不同 反正我一级是 不太喜欢解这么大 因为我感觉一级的时候 能杀项羽的人确实不多 好 他还要回去继续清兵 他现在确实很郁闷 好 至少我们两个人都6级了 金屋在下路说别推兵线 这个我们在中路跟他下下相反 我们是要玩命的推兵线 接着转 这个狐狸现在想压我们 但他压不住 所以他现在也特别偷偷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W已经打到4级了 这个时候4级W什么用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一个W过去 基本上可以七当一波兵 W这个蓝的消耗只有100点 风暴有110点 W耗蓝也是没有第一点 这时候他们换路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W就能清兵的办法 就是每个兵A一下 每个进战兵A一下 然后一下 好 全收 不过现在我们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好能力去杀人 只能吃清兴冰线 我们现在在中路打中单呢 向羽中单有什么效果 一旦对面的中路走了 有人不在了 我们对面的塔就要没 这个非常恶心 好 等下一波兵过来之后 我们照样一样的办法把它清掉 一个兵A一下 哎呦 这嫦娥W我了 没事 我们接着清 这个把我们节奏打乱了一点 好 回去了